灰衣人的这句话如同一桶凉水一样 立即焦醒了头脑发热的高层们 是啊 对方如此年轻就这般厉害 肯定还有神仙之流的长辈在其身后 如果贸然害死了对方 当其长辈找上门来 岂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吗 在明白过来 害死这位韩大夫也就是害死自己时 原先主张下毒手的人就统统改变了口风 即便还有一两个利欲熏心的人仍在试图坚持 但是以温和方式对待韩丽的意见 还是被统一了下来 现在王门主听到韩丽突然说出了 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 自然是有些心虚了 以为对方神通广大 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昨天争执的内容 所以才对他加以警示 不过 王爵楚作为一门之主 毕竟已经多年 其城府和阅历都非比寻常 他在心里合计了一下后 决定先探一探对方的口风再说 韩神医为何口出此言 本门上上下下可都是对阁下感激不尽的 可我怎么听说好像有人要对我不利啊 王门主一听 心是一惊 但看到韩丽并没有要发怒的迹象 随后又稍微放下了些心来 对方既然没有用愤怒的语气来说出这句话 而且还独自一人来见他 这就说明 对方可能只是听到些风声 并非详之会议内容 看来还有挽回双方关系的余地 韩神医可能有些误会了 昨日本门的确出了几个败类 企图忘恩负义 但阁下请放心 这几人早已被拿下并严加看管了 要知道 本门大多数人对韩大夫还是心存感激的 绝不会做出一些亲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来 自从我暴露了实力 帮助齐学们度过此劫后 便一直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 毕竟人心是最难测了 况且 对这些自认是大人物的人来说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忘恩负义 六亲不认 这简直太常见了 这也是韩力回谷后 就闭门不见外人的理由之一 他故意让这些高层们冷静一下 希望他们的理智 不要被贪欲之火烧得一干二净 韩力叫丽妃宇 烧带了与高层们会面的口信后 就没打算按时去见这些人 即使他现在实力比起普通江湖人高得多 但若对方用见不得人的手段 那就还有太多的方法 能置他于死地了 因此 为了安全起见 他特意提前了半日时间 偷偷独自一人去见这位王大门主 而刚才他只不过稍微试探了一下对方 这位王大门主就露出了马脚 看来这些七悬门的大人物 还真的是考虑过要对自己动手呢 废话我就不说了 不瞒王门主 我和阁下见过此面后 就会离开此地远走他乡 很可能永远不再回彩霞山了 故在我离开之前 我想和门主做一笔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交易 交易 我和这位韩神医有什么交易可做 中午时分 当到了原先约好的见面时间时 韩丽并没有出现在落日风主殿 反而是王门主精神抖擞的最后一刻 踏入了会场 诸位不用再等候韩丽了 他已离开了彩霞山不知所踪 估计他也会离开靖州 甚至越国 不会再有麻烦了 在场之人听闻此言后 拳头瞪大了双眼 面面相觑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在韩丽离开彩霞山后不久 王门主就宣布 把丽妃宇收为关门弟子 还把他外任堂堂主之职扶正 从此就对他宠信有加 而且数年后的某次 韩丽的三叔不小心犯了个大错 触动了邦规 本应有性命之忧 也被王门主力排众议给保了下来 而王门主呢 在之后的邦派争斗中 因遭遇竞敌 曾数次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 每当所有人都以为 其将命不长久时 他都靠着一个玉瓶中的药丸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并且恢复得很快 这件事 瞬间引起了他人的眼热 纷纷向他问起此药的名称和来历 但是王门主啊 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 故想去讨要此药的人 自然都是无功而返了 直到多年以后 王门主去世之时 他才留下药丸的名称 养精丹 而此时玉瓶内的药丸 也只剩下三颗了 但就是这三颗药丸 还是引起了一番血雨腥风 给王爵处的后人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不过 这就是后话了 而丽妃于此时 正拿着几个小瓶 和一张纸条呆呆地出神 他早上从张绣尔那里 回来之时 屋内就多了这些东西 我已经离开七旋门 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这瓶中的药 是精心调配过的 应该可以延长一些 你的寿命 希望你不要拒绝 最后在署名处 则画了一张 韩丽的笑脸 笑脸旁边 还附上了一句 祝丽妃宇和张绣尔 早日成亲 早生贵子的话 丽妃宇发了一阵呆吼 突然间就跑出了屋子 冲上了离他最近的一座小山峰的峰顶 在峰顶上 丽妃宇急切地朝着七旋门 大门方向望去 只见入目之处一片葱绿 哪里还有人影 动也不动地待了半天之后 丽妃宇叹了一口气 希望你保重 一路走好 丽妃宇慢慢走下山峰 其缓缓而行的背影 显得非常地孤单 非常地忧郁 此时 一辆马车正行驶在古道之上 一路向东而去 韩丽和驱魂正坐在此车上 这辆木制马车外表看上去有些破烂 显得非常陈旧 但里面倒收拾得颇为干净 达车的两匹马也正当壮领 跑起来很是矫健 把车子拉得飞快 驾车的车夫 是一个很普通的黑瘦中年人 并不善言谈 除非韩丽主动去问 否则他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这一点让韩丽也非常满意 坐在车厢另一端的驱魂 肩上扛了一个大大的包裹 里面除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外 就都是金银和一些 瓶瓶罐罐之类 分量不轻的物品 现在 韩丽安静地坐在车内 听着木质车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神色平静无波 他并未因离开七旋门 而感到有一丝伤感 要说唯一让我留有不舍的地方 怕是只有丽妃与这位之交了 不过想必此时 他也收到我的流言和密药了 希望这些药能够见效 可让他多享受一下他好人生 韩丽想到这里 伸展了一下身子 靠在车壁上 开始了假妹 这辆马车驶向的目的地 他已交代过车夫 正是他出生的那个山边小村 虽然明智不可能 但他还是希望自己一睁开眼 就能看到双亲和兄弟姐妹的面容 韩丽已离开父母这么多年 在他的记忆中 父母的面容都有些模糊了 所以在远走他乡之前 他一定要亲眼看一下双亲不可 否则便永远无法安心离去 也不知小妹怎么样 现在应该已是十六七岁 是个大姑娘家了吧 上次收到家里来信时 好像提到她已经许配好了人家 被吓过片里了 韩丽在朦朦胧胧入睡前 脑中浮现出了一个矮小瘦弱的身影 这个身影的主人 一直跟在她的身后 奶声奶气地叫个不停 是哥哥 是哥哥 哎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韩丽终于沉沉睡去 这次 她睡得非常安稳 非常踏实 犹如小时候父母在一旁守护 驱赶蚊虫时那样 睡得是那么的香甜 五天之后 韩丽沿着黄土路 终于远远地望见了那熟悉的小村 矮矮的泥巴墙 一排排的稻草堆 还有那坑坑洼洼的小路 这一切 如今都真实地出现在了眼前 这些都让曾经的韩丽 那么地魂营梦绕 韩丽压住了心中的激动 她让车夫把马车 远远地停在了村外 驱魂也被留在 在了车上 她自己则快步向村口走去 越接近村子 她的心跳得就越发厉害 一踏入村口 她就听到一阵 鼓乐齐鸣的乐器声 可沿着村中小路走过去 却一个村民也没瞧见 韩丽心中一动 这种场面还有声音 她小时候是最熟悉不过了 这分明是某户人家在办婚庆之事 村里人都前去庆祝或凑热闹了 韩丽提起精神 把零食缓缓地放了出去 结果发现村里的老老小小果然都聚集在了某一处 只是他们聚集的位置 韩丽感到特别的眼熟 这不是我家吗 难道是 韩丽隐约猜到了什么 她加快了脚步 迅速绕过几户房屋 转过几个弯 忽然便眼前一亮 只见数百名村民都围在了一个土院子前 院内有数间 看起来比附近屋子要好上许多的瓦房 在院子和瓦房的门前两侧都贴上了一个大大的喜字 院门前还有一小堆乐手 正在吹吹打打 好不热闹